大家好,我是林姐妹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跟我们一起研讨本周的来跟从我 那本周来跟从我的进度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还有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本周的第一个影片 那由于现在还是过年期间 所以还是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今年的一切都很顺利 还有所有的事上都能够突飞猛进 好,再来呢我们就要稍微讲一下 在这次的导读当中有谈到的 今天我们主要要谈到的部分是讲到 那个约翰,施洗约翰为耶稣记录预备道路 但是我们这一次主要的内容还会谈到的都是耶稣基录的洗礼 好,那基督跟他的福音呢可以让我们改变 所以路加福音呢引用了以赛亚的一则预言讲 就是讲到什么呢?这里有预言说 救主要来临,那会带来的影响 比方说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三缸都要削平 弯弯区区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那这项信息呢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人 OK,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呢,他说如果像山那样很久的事物都能够被以为疲定 那主也必定能够帮助我们修植弯区的道路 所以呢,我们如果接受施洗约翰的要求去悔改 就是在准备我们自己的心智跟内心来准备好接受基督 然后也能让自己看见神的救恩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年 这个也不说今年本周我们可能会讲到的很大两个部分 特别是这个影片我们会讲到的是准备 好,但是在讲到这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谈一谈马可到底是谁 那马可福音又谈到了什么 那相较于其他四部书的作者 三部书的作者 那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是我们认识最少的 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是他是保罗、彼得跟其他传教士的传道同伴 所以许多的圣经学者就相信说 是彼得只是马可去记录救主的生平的事迹的 那马可福音写的时间可能要比其他的三部书还要再早一点 好,然后呢,另外在那个经文指南讲到马可是谁呢 他讲到说那个约翰马可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玛利亚之子 然后可能是巴拿巴的表弟或是侄子 然后他也随同保罗跟巴拿巴在他们第一次传道的旅行中 然后跟耶路撒冷起就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呢,在那个家、别家的时候离开他们 然后后来他也陪那个巴拿巴到那个塞浦路斯 而且也跟保罗同在罗马 也跟彼得在巴比伦 后来还跟提摩泰在以佛守 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传道同伴 他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传道同伴 为什么?因为保罗也愿意让他跟他一起传教 然后彼得也愿意让他跟他一起传教 还有巴拿巴 而甚至在后来比较年轻的提摩泰 也愿意跟他当同伴 所以看起来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传道同伴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然后另外呢,我们要讲到马太福音 他是当然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所以他就是赐福音书当中的第二部书 那这部书主要在描写什么呢? 身为神子的主他在世人当中生活 还有他行事的这些记录 所以呢是在讲身为神子的主 身为神子的主 nutrient 他在世上的生活跟他的生平事迹 OK应该是说不是生平事迹是他的生活跟他的心事 好那相较于其他三本书呢 其实马可福音还蛮短的 然后呢马可是很有力的 而且谦虚的在描述 也是就给旁人的这些印象 然后据说那个彼得死了以后呢 马可就到埃及在亚历山大组织的教会 然后后来也是殉教的 那马可福音有哪一些特色呢 他说马可福音开始的很突然很戏剧 然后步调一直都很快 接续不断的详述各项事迹 所以他会用立刻即刻即时顿时等词 让给人一种步调跟行动快速的印象 所以呢他是比较快速的记录 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呢 相对于其他的记录 我觉得他就是比较怎么讲 我自己觉得就是没有那么详实的记载 然后他把重点记载完了以后呢 他就赶快又去记载别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记录 而且呢他就是常常用立即或是即时 所以呢给别人一种很很快速的感觉 好所以呢 然后呢马可福音还有重要的主题 他在讲耶稣是谁 还有谁了解他的身份 还有门徒的责任是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基督 所以除了讲他很快速以外 他还在特别迅速耶稣到底是谁 还有呢他的身份 因为他真的不是只是那个木匠的儿子而已 所以当我们学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确需要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基督 那此外呢就是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呢 也有一些部分呢是他自己才有的记录 然后呢他讲到种子可以自行成长的比喻 还要再讲到在低加坡里地区呢 医治了一个龙子 还有呢在赛伯大以渐进的方式 医治好了一个下子 好所以这个是马可福音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呢就是应该不能说但是 我在因为这一次比较特别是我们需要阅读三本记录 那其实都在叙述同样一件事件 可是当我在看这三部记录的时候 我也发现就是呢 每一个人在对福音的学习真的有很不一样的角度 所以他们记录下来的事情都不太一样 就连那个天父对耶稣基督说的话都有点不太一样 那等一下呢我在念这些部分的时候呢 比较相同的部分我就不会再重述 因为你可能会同样的基本要念很多遍 所以我就不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是这里是那个 施洗约翰要准备世人来迎接耶稣基督 要准备他的道路 那这三个人又是怎么样来记录这件事情 然后施洗约翰又是怎么样准备人们的 好那首先我想要先念的是那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八节 因为他是所有三个记录当中最短的 好然后他就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啊我要猜浅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执他的路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犹太全帝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在约翰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树皮带吃的是蝗虫野命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好所以这里的部分呢 施洗约翰在讲施洗约翰 但是马可特别有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 引用以赛亚的预言 所以就讲到有一个人要来修执主的道路 好所以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 所以他要来准备预备 而且要预备 所以要先修执到修执他的道路 让耶稣基督的道路比较好走 而他先来什么 先来传悔改的福音 哦悔改的洗礼 所以呢要怎么样洗礼 要使罪得赦才可以洗礼 所以很多人都来他这里来承认他们的罪 来洗礼 OK使罪得赦就有人先来教导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需要悔改他们的罪 让他们的罪可以得赦 所以他们才可以洗礼 所以这些人也都承认了他们的罪 好所以承认了他们的罪 所以这些人就洗礼了 好这个是在马可福音 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 他多写了什么 好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他有讲到说 还是也有讲到说 使起约翰出来说 天国已尽了 你们要悔改 预备主的道路修止 然后也讲到他穿的衣服是什么 这部分呢 就是有一些人要来找他洗礼 特别是这些那个什么法利赛人跟撒该毒人 所以他就对他们说 特别是这些人其实应该是没有那么渴望要洗礼 只是可能是来测试或什么 所以他对他们讲话就相当的不是很礼貌 就说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 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所以呢悔改不是说我悔改就悔改了 他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好这个果子要跟悔改的心相称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悔改的时候 需要有一些行为来显示出我们的悔改 所以呢 那个时候他就说不要你们自己心意想说 因为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祖先 那有这种态度的话呢 他就说那个神能够从石头 石头里面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所以他就讲到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眼上了 不结好果子就会被砍下来丢在火里 那他在讲到说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 那将来呢 又有一个比我更更大的要来用火来为你们施洗 所以这里有讲到悔改有很重要的部分 是要结出果子 那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又谈到了什么 在那个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有讲到一些历史的描述 所以就讲到那当时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 然后也讲到 然后再在第二节就讲到说 亚纳和雅法座 座大基石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 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 他就到约旦河一带 在什么地方除了什么年代还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开始宣讲悔改的洗礼史最得赦 这样子 然后也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 然后呢 他除了讲到就说要预备主的道路修制他的道以外 还讲到他说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温温温温温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所以呢刚才也刚才也有讲到毒蛇的种类这件事情 那这个我们就跳过不说了 所以那那个就是那个这些文士啊 撒盖都人啊这些祭司他们没有获得很好的回应 那反而是其他有问他说 诶那这样 比方说第十节他就中文就说那这样我们当做什么了 好然后呢他就讲到说衣服有两件的要分一件给人 那有多的食物的就要分给人 所以要将所有的不是所有一件就是他拥有的要分给人 OK分给需要的人 这也是我们现在施筑的概念 还有呢然后就有税吏来问他的说 那夫子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 然后对税吏来说他说除了定力的数目不多收 不要多收不要贪熟 好多的分给人也不多拿 然后还有兵丁说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他就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俄化人 自己有钱良就当知足 好不强暴待人 不强暴待人 好那后呢也不俄化人 不去就是应该这样讲啊 像警察一样就是要人家贿赂礼啊 要趁机啊 要那个额炸人 就是要人给你包红包什么 就趁机要钱这样子 所以呢自己有钱啊要知足了 不要一味的要从别人那边压榨起来 所以就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呢 心里都很猜疑 然后就想说是不是施洗约翰是基督 所以他才说我是要用水给你们施洗 可是将来有一个更大的要用火给你们施洗 然后他手里拿着那个剖鸡 剖鸡要扬进他的厂 要把麦子收在厂里 把康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所以因为他用许多别的话来劝百姓 然后就向他们传福地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的确很清楚的教了一些事情 他教导的确要悔改 要承认我们的罪改变掉这些不好的行为 结出相称的果子 才能够去接受洗礼 而且也告诉这些人 要把有多的分给别人 不要多收 也不要强暴待人 也不要讹诈别人 所以这个是成为一个成员 我觉得也非常适合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当中的教导 就是如果我们有多的我们就可以分享 然后呢 收取合理的利润 收取应该收的 然后呢 不是用强暴用暴力用凶狠的方式来代容 我们是用温柔的方式 而且也不要去就是趁机要去榨取任何我们不应该收受 就是不应该收受的 好所以呢 就是真的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要准备好人们去接受主 所以变得更像他 这当然就是一直教导他们要悔改 教导他们要怎么样改变 所以在耶稣基督从事他的传道施工之前呢 施洗约翰真的很努力的去帮助别人将来可以来接受 还有跟随主 那想想这些就是我自己读到的福音经修班里面 他就讲到说让我们思考一下谁为我准备好的道路 然后我就在回想我洗礼时候的状况 我是怎么样认识福音的 说真的一开始我就是很喜欢学外文 那我的外语老师当中其实有一些返乡传教 一两个返乡传教师 所以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还有还有他们的电话这样 然后就是后来也没有学了 我的老师也回家 可是他的室友仍然还在台湾 那我第一次去跟传教师见面的时候也因为那个传教师是外国人 所以这些外国传教师不管当时是已经返乡或是还没有返乡的人 他们的确为我准备了这些道路 所以其实是很感谢他 然后我觉得天赋也是 所以他为我准备了这些机会可以遇到这些人 好然后呢这谁先帮我准备了这些道路 让我在生活当中可以跟随耶稣基督 那我想最先的当然就是传教师他们拿好的榜样 然后再来呢又哪一些人在帮助我在生活当中更加接受跟跟随救主 那我要说的是我当时洗礼的时候是在高雄 那当时那个智慧称为西高雄 那当时的在智慧的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很好的榜样都帮助我 我记得当时我老师的朋友的室友梗文 他在那个时候也帮助我 然后他帮我洗礼 然后呢那个陈木棠他也在当时帮助我 他按手还有那个郭丁旺他们 我都记得他们 然后但是非常难过的是这些人 现在已经不在教会中活跃 但是真的会希望将来可以看到他们 这些人他们很好的榜样 然后我当然有很好的新教育课程的教师 当然是欧里婉君跟杨书文 还有欧里婉君是我第一个探访的同伴 所以他教导我很多好的行为 他们在为其他弟兄姐妹服务的榜样 我看到了所以我学习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在前面走的路 帮我预备我的道路 让我的归信的路不是这么的弯曲 然后我的确我觉得我在教会当中 就遇到很多很多的好人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想一想 然后当然悔改也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改变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才会在这个路上可以继续的走下去 那讲到说用圣灵施洗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就是用火施洗嘛 或是说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八节说 要用圣灵施洗 然后呢什么意思呢 施洗约翰会用水施洗嘛 然后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为他们施洗 所以圣灵都常常被称为是火的洗礼 就是在我们洗礼会要接受证实 然后会获赐有圣灵为败 然后圣灵就会接着洗敌并洁净我们 所以他的功效跟火的敌净 有那个相同的进化的效果 好那法利塞人跟撒盖伊都人是谁 好这一群人是对宗教最了解 法利塞人是犹太宗教困体的成员 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什么 他们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 所以呢他们最后就沦为宗教 应该这样讲 他们使得宗教就沦为只是遵守许多宗教上的仪式跟行为 那撒盖都人也很类似 他们就是富有的犹太阶级 他们在宗教跟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他们不相信复活的教义 这两个他们都比较严守这些犹太的传统 可是他们都偏离了神的律法的本意 所以他们有很多成员都拒绝接受神的先知施洗约翰的信息 所以他们才会说他们是那个施洗约翰才会说他们是毒舌的种类 表示他们说对他们没有很好的频率 然后呢我们也刚才有念到什么 剖鸡啊肠啊麦子啊跟康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啊剖鸡呢是一种腮骨鸡可以把帽子 不是帽子麦子抛到空中 然后麦粒就会掉回地上 那可是比较轻的这些那个那个壳啊那些康啊 就会被风吹走 然后麦子就会被收集到骨仓里面 然后这些康啊这些壳就会用手用火烧掉 那施洗约翰就教导说在他之后呢 救主要来把这些信徒跟不信者分开 就好像分开麦子跟那些康匹一样 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归信的话 我们内心真的改变了 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智 我们对神人对自己有一种新的态度的话 我们就会在这个被分开的过程当中呢 被分到那个好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因为我们悔改 然后我们的心跟意志转向神 我们就可以准备好来接受基督 所以我们真的会表现的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好所以当然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已经准备准备准备 所以再来我们就真的要讲到悔改这件事情 然后可是很多人会觉得悔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好像就是我犯了很重的罪 我们才需要悔改 然后呢所以那个罗素纳俊会长就做了不一样的教导 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获得喜乐 他说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改变 我们让救主帮我们自己变成一个最好的自己 然后呢我们选择在灵性上成长就会获得喜乐 因为他的救赎而喜乐 就是他在2019年4月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变得更好 里面的这篇演讲里面讲到的 所以他谈到的是我们都可以喜乐 这个喜乐是不一样的哦 喜乐是即便在困难的状况中我们都平安 我们都感到欣慰 那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感觉 快乐好像你一定要获得要拥有 一旦失去就不会快乐 可是这个喜乐是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经浪当中 我们都保持一个安详宁静的感觉 我们都觉得平安 OK好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觉得悔改会带来喜乐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改变呢 所以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同一篇文章就是纳尔逊会长说的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变得更好里面 他就讲到说主透过贤职员的私密就教导了一项教义 那这项教义是什么他说对这一代只要说悔改别的都不要说 那所以他就问说那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吗 那当然可是很多人认为悔改是一种惩罚 那除非是发生最严重的情况否则我们应该要避免这件事情 不过这种受惩罚的想法其实是撒旦造成的 因为他想阻止我们仰望基督 因为耶稣就都站在那里站在双背 然后呢满心希望而且非常愿意来宽恕 医治 洁净 强化跟进化以及圣后我们 所以呢当耶稣基督邀请我们要悔改的时候 其实就是邀请我们在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知识 改变我们的灵魂 甚至改变我们的气息 改变我们相爱 思考 服务 运用时间 对待妻子 教导儿女 甚至照顾身体的方法 所以他就说对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进步而言 没有什么比每一天经常前修悔改 更令人解脱束缚 更使人变得高尚 变得不可或缺 所以呢他说悔改不是一个事件 是一个过程 是获得幸福跟安宁的关键 他说我们悔改的时候如果伴随着信心 就能取用耶稣基督那个赎罪的力量 所以他就邀请我们要悔改 体验每一天悔改强化的力量 体验每一天都变更好一点 变得更好一点 然后如果我们选择悔改 就是在选择改变 好所以呢他说 我们让救主把我们变得最好的自己 所以就是可以在灵性上成长 获得喜乐OK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稍微有念过的那个部分 那但是他说救主并没有期望我们在永恒进步的此时此刻 就变成完全 他希望我们当然变得越来越纯洁 所以悔改就是每一天要做的通往纯洁的路径 所以呢 个人的纯洁能 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纯洁 就让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有力的工具了 好所以呢 到底我们需要在哪一些部分变得更好呢 第一个他说我们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 他说身体是一项伟大的创造 他说对我们逐渐向上提升 发挥最终的神性潜能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没有身体我们就没有办法进步 神这个我们身体这个礼物 使我们能够朝着变得更像他的目标 迈进重要的一步 迈出重要的一步 他说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个人的圣殿 是照来让我们永恒之灵可以安住在其中的 所以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很重要 然后敬重身体这方面 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 变得更好 OK 所以就是照顾好我们的身体 敬重我们的身体 然后第二呢 是敬重生命中的妇女 因为这篇文章呢 是他在圣职的聚会所讲的 那就是所以其实几乎是针对弟兄们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除了这样 我们也要邀请姐妹 要敬重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弟兄 甚至领袖 他说如果我们没有用正确的方式 对待跟你亲近的妇女 或是我要说的是弟兄都需要悔改 所以帮助生命中的弟兄姐妹 接受这些祝福是我们的责任 不要让某位成员 因为没有办法 不要成为某位成员 无法接受圣殿祝福的理由 好所以呢 他说我们都需要悔改 要从沙发上起来 放下遥控器 从灵性的休眠状态中醒来 及时的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这样才能够参与这世界上 最重要的事工 他说是时候归动我们的镰刀 能够尽能尽力尽力的收割了 他说邪恶的势力从来没有像今日 这么猖狂这么强大 而我们身为主的仆人 就不能在这场正义 放心为爱的时候呢就休眠了 所以我们的家庭需要 不管是弟兄或姐妹的领导跟爱 我们的定儿主 我们的支方会都需要我们的巩固 所以他们或是我们遇见的人也需要知道真正的门徒会是怎么样 是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所以他说我们是有史以来来到世上最优秀最英勇的人们之一 撒旦知道我们呢今生跟前生的为人 而且也了解我们在救主要回来之前一定要完成的事工 所以他就是尽力要阻挡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改变 需要站起来去做所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他说主会需要把别人的福祉放在自己福祉之前的无私的男人 当然我相信也是有女人 也需要那些会花心思和功夫去听清楚圣灵声音的男人和女人 也需要那些已经定立圣约会正直的遵守圣约的男人和女人 需要会下定决心在性方面保持纯洁的男人和女人 随时可以盟主拆解你纯洁的心 干净的思想和愿意服务的双手来提供各项祝福的配衬男人 当然这个如果是圣职的祝福只有弟兄可以提供 然后如果是其他的就是因服务可以带给别人的祝福 我相信姐妹们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主需要渴望悔改的男人和女人 具备热忱去服务 成为主的配衬的甚至持有人兵团的一份子的男人 我祝福各位能够成为这样的男人 我也说成为女人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勇气每一天悔改 学会怎样充分运用圣职的能力 也祝福这些人能够像妻子儿女 还有所有你认识的人传达主的爱 希望各位可以做得更好变得更好 也祝福各位在努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在生活当中体验到奇迹 那我相信会的我们的确在我们改变的时候 如果有渴望成为更好 只要我们祈求天上的能力 我们的确就可以达到 然后另外那个2019年4月 达利乌克斯会长也在他的借着悔改获得洁净的这篇文章里面谈到说 我们今生可能会因为人的律法跟神的律法受约束 那在人的律法律当中呢 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可能会被终生捷径不得假释 可是在慈爱的天父的计划当中会有所不同 因为救主对于所有那些怀着破碎的心跟痛悔的灵的赎罪牺牲 可以让这些严重的罪行也可以在今生获得赎罪 因为他救赎世人 所以他的赎罪是真实的 所以他说他的赎罪打开了一扇门 让全人类都可以因悔改而归向他 所以阿拉玛也记载了就是人民的悔改跟宽恕 而甚至那些曾经是邪恶跟嗜邪的人 所以如果这样的人都可以悔改 都可以被宽恕 那我们也一定可以 而且我们都是罪人 都是不完全的 就可以借着悔改而获得洁净 所以纳尔逊罗书会长也在之前的总会大会里面有教导说 要悔改远离罪并不容易 但是呢这个酬赏是值得付出代价的 所以他就谈到第一个我们要悔改 那悔改是以救主为开始 那是一种快乐不是一种负担 所以我自己也想到我学习到悔改的一种快乐 是在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有一次拿英文课 可是因为真的对我太难 在那一学期要读很多 然后我那一个学分只有C plus 然后对我来说我真的会觉得那个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在我的成绩单上 那我就很渴望我可以再有一次重拿这个学分的机会 可是因为我是C plus 我再也没有机会重拿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悔改的重要 就是悔改是可以抹去你这些不完美的事 然后让你变得更好 如果我有机会再重修 我就会觉得我一定可以拿到B或B plus 或甚至更好的成绩 那悔改就是这样 让你一个不完全的事情 然后借着悔改获得洁净 所以所以呢 就是罗斯大学会长在2018年的圣诞祈祷会有讲到 说真正的悔改不是单一事件 而是一件永不终止的特权 是获得进步 拥有平安安慰和喜乐的基础 所以呢 那个达尼文克斯会长就讲到说 我们要以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作为开始 因为就是他要来除去世人的罪的 所以阿玛也教导说 我们必须悔改 若不悔改就不能承受天国 悔改是神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后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这信心真犯罪就会从神的面前被隔绝 那个人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就会这样 那如果确定我们不悔改 真的就没有办法得救 可是如果我们犯罪了 虽然我们被隔绝 可是我们借着悔改获得捷径 然后我们弃绝罪向主认罪 在必要的时候也向他在世上的法官 就是我们的主教认罪 那么在我们之后 我们又用正义的事情来弥补 那我们就是在真的归降基督 我们的罪就获得赦免 这跟阿小阿玛一样 他之前去就是你知道去教导这些错误的教 然后呢带领别人离开教会 可是当他悔改以后 很多人就只看到这个经文章说 他说悔改他被宽恕 他得救了 可是都没有注意到 小阿玛从那之后 是多么的努力在重续教会的施工 这也是悔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除了离弃过去不再做的事情 离弃过去的罪不再做 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新的生活 有新的改变 我们也不是就是维持在一个 什么不能不热的状态 那也不是很好的悔改状态 所以我们每个爱十日都要领受圣餐 然后在圣餐一次定立圣约 然后获得祝福来克服我们不配正的行为跟渴望 然后使我们能够依救主的邀请 然后成为完全 当我们摒弃一切的罪恶 尽然尽义尽力爱神的时候 就能在主里完全 而且能够借着他所流的血被圣化 成为神圣而没有一点 所以达尼乌克斯会长就说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应许 多么大的奇迹 跟多么大的祝福 好然后呢再讲到第二个是负起责任跟事上的审判 那当然就是耶稣就提供了今生的计划 就是要验证我们是否愿意做主 吩咐我们的事情吗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对主 跟他所拣选的仆人负责 那这些当然就是教会的领袖 然后叫他们的有责任呢 审判那些在通往永生道路上 努力归向基督以获得他赎罪大人的能 那这个审判的意思不是说 那时候就告诉你有罪 而是说他要去 嗯这里我觉得用审判不是很好 他英文一定是judge 然后呢这里我要讲的就是 可以做某一个部分的衡量 比方说他要衡量一个人是否准备好受洗 因为一个要受洗之前 真的也会需要跟主教面谈 或是一个人是否配衬获得圣殿推荐书 可以进入圣殿 或是一个已经从教会进入中除名的人 他是否已经透过了耶稣基督的赎罪 充分的悔改 那是否可以再次的洗礼 那这些主在世上那些法官 当然就是可以核定某个人 是否在进行下一步 比方说可以洗礼 可以接受圣殿教理 那可是这不代表这个人是完美的 也不是代表他可以宽恕任何的罪 所以毕塞干长老就教导说 在免去世人的惩罚后 那个人也必须向天上的神寻求 并获得最终的悔改 因为只有他就是神的这个他能够赦罪 那如果在最后的审判前仍然为悔改 有罪的行为和渴望 则为悔改的人仍然是不解的 最终呢我们自己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包括 获得悔改所带来的最后捷径 这个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 那再来达林顾克斯会长就讲到说 复活跟最后的审判 然后他就讲到说 那时候呢我们要站在神的台前 按照必死之身所作所为接受审判 那所有人都会按照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心中的渴望来受审判 然后最后审判的目的是要判定我们是否达成阿尔玛所描述的 那心中巨大的变化成为新的人 不想再作恶 只想不断为善 那执行这项审判的法官就会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然后在他们的神 在他的审判之后 我们都会承认他的审判是公义的 因为他通晓万事 知道我们一切的行为跟渴望 包括正义的或已经悔改的 以及还没有悔改或还没有改变的行为跟渴望 所以呢 阿尔玛就描述说 这个在复活的时候呢 万物会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那为了确保我们将来可以洁净的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必须要在最后的审判日之前悔改 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隐藏我们自己的罪行的 否则我们就是除非悔改 否则我们的罪都会在末日成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 所以透过悔改而达成所需的结晶这件事情呢 耶稣基督的赎罪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在今生悔改 因为今生才是悔改的时候 那我们也学到说 当然有一些可以在灵的世界发生 但是那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 所以密文培乐长老陈教导说 当身体与灵合为一体时 要克服困难和侍奉主便容易许多 所以此时人比较容易被塑造 比较容易被受影响 所以今生是悔改的时候 应该是说是悔改的最好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主会保证我们的罪 我们的心我们的渴望都会得到洁净 那我们慈悲的法官最后就不再记得那些罪 所以如果我们借着悔改 获得洁净 就会有资格获得永生 然后变阿米王就描述 这个是在无穷幸福状态中与神同住 好所以这种悔改是很重要的 而在神复原的计划的另外一个部分是 复活会将 就是复活的时候会使得万物都回复到他们原来完美的躯体上 所以我们今生所有的身体上的缺陷跟畸形呢 包括天生的或因为创伤或疾病导致的会变得完美 可是呢 这个复原却没有办法让我们不洁净 不慎洁或伤会克服的渴望跟吸引变得完全 所以呢 我们绝对不可以将我们悔改的日子拖到死亡的时候 因为阿妮莱克有教导说 这个今生占据我们身体的灵 不管是主的灵或是魔鬼的灵 会有能力在永恒世界占据我们 所以我们救主有能力也随时愿意洁净我们脱离罪恶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寻求他的帮助 悔改我们的罪恶或不当的可恶或思想 使我们能够成为捷径 并准备好在最终的审判的时候站在他的面前 好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悔改 在现在悔改 因为今生是最好的悔改时期 好那刚好就是那个陪文秘勒长有讲到 就是灵体跟身体结合的时候是悔改最好的部分 否则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单有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到 否则我们就在那个前生只有灵的时候就学习就好了 就不用再今生了是不是 所以再来就是慈悲的毕榜 所以神的计划跟他所有的诫命都涵盖在对我们的所有人的爱中 所以这份爱呢让人渴望 所以不是只要回改 是因为我们渴望神的爱 渴望将来在那个很好的境地可以跟他一起住在一起 慈悲的神的毕榜呢 他的计划跟他所有的诫命都涵盖在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之下 所以这份爱比一切都令人渴望 是最能让灵魂快乐的 所以呢 以赛亚有像所有 甚至像二人保证 只要他们归向基督 耶和华就可以免续 而且可以广行寿免 阿玛就教导说他向所有人 伸出慈悲的毕榜来邀请他们 所以复活的主告诉妮菲人说 看啊我慈悲的毕榜已向你们伸出 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 所以呢 我们真的知道主伸出他慈爱的毕榜 在他指定的慈爱条件下 接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来享有神给他儿女的 最大的祝福 那由于神的计划跟耶稣基督的赎罪 他说我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见证 神爱我们 我们可以借着悔改的过程获得洁净 我们也获得应许 如果我们努力前进保享神的话 并持守到底 看啊副将说你们必得永生 所以呢 不仅事情还需要准备 准备好神的道路 准备好把这些事情教导我们 而我们也需要准备 准备好好的来悔改 准备可以让神接受我们 准备可以让神洁净我们 因为没有不洁的事物可以跟神住在一起 而没有不洁的事物将来可以跟他一样享受这些最大的快乐 所以让我们准备好 让我们好好的来改变 虽然有不完 像我昨天我就是没有过了一个好的安息 所以我也觉得非常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改变 借着不断的改变 每天变得更好 我们可以准备自己将来 可以毫不愧就得站在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都悔改了 所以我们应该悔改的罪 可以被神接受 愿我们将来都可以在那个喜乐快乐的境地 跟神住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是林姐妹 当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这代表你已经看完了这次的影片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研讨 经文的内容 跟大家一起学习 那要邀请大家的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要请你订阅 请你按赞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还有一个部分想要请大家可以帮忙的就是 就是每一次的影片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广告 那我相信他已经不太会放那些烟酒跟那个的广告 那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请你让你的广告可以多准五秒十秒钟 甚至把它看完 因为这个会给我一点点微薄的收入 让我可以去付我的影音费跟其他的网路费跟其他的费用 谢谢您的支持 也很感谢能够与大家同行 希望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建议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这样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 帮助大家会议更多 那这个就是我想要邀请大家的 我这样说 从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